出大事了兄弟们 当钢肠科主任猎狗 遇见非洲小霸王平头哥 双方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猎老二是出了名的该溜子 天天没事就搞事情 今天又捡到一堆大货 他的同事清洁工突就也抵达了现场 但是突就还没有开始展开清洁工作 很显然 他们是在等猎老二吃饱 清洁工突就是很懂礼貌的 猎老二不吃饱 他们是不会动工的 况且旁边还蹲着一位平头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又一条猎老二走了过来 他已经看见了平头哥蹲在那里 但是他却做出一座假装没看见的样子 走而过去 很显然 猎老二也是知道平头哥的名号 正过开着双拼色的麦巴赫 黑白两道通吃 看家从来不给对方面子 猎老二也不想招惹这个丝头 只见猎老二竟只绕到另一边去开戏 这把平头哥也搞得很无语 听说钢肠科主任是狗狠话不多 见了自己真的是一句话都不说 连着招呼都不打 这也太不给小霸王面子了 过来瞎转悠的猎老二 再次路过平头哥身边 也不拿正眼看平头哥 当平头哥是空气一样 现在平头哥心里学得多少 有点委屈了 好歹自己也是有一定江湖地位的 这几条狗子真的是目中无歌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条猎老二狗狗 碎碎的走了过来 平头哥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主动上去问猎老二 要不要干价 这真是我擦了 猎老二几兄弟的狗脾气 也就上来了 喀嘛的 不搭力你就是给你洗分薄面 现在还主动挑逝 那就不要怪刚长哥不讲义德了 于是几条二狗子提着手术刀 就要擀平头哥 但是平头哥不是说 擀就能擀的 他且战且退 一度两次放倒猎老二 不得不说 平头哥是真的猛 一挑三还不落下风 他们一路从皮股村 干到刚长大盗 猎老二愣是掏不上平头哥 在刚长大盗 与立志难路的交叉口 平头哥走下水道 摆脱了猎老二的围追 把这几条猎老二系的 遭不住 好 谢谢大家